慈激大学传播学系从11号到13号 在花莲文创园区举办毕业成果展 《寻录》25件作品当中 包含了纪录片、报导文学、专题游戏、绘本 人物专访、音乐等等 其中几组壁志的作品 也反映花莲在地社会的现况和动物情感等等 希望能够引起花莲人的共鸣 今年慈激大学传播学系的毕业作品受肺炎疫情影响 外籍生们无法反国拍摄制作 因此同学们以他们在台湾、花莲、追遍土地上生活的连结 来做创作的主题 却也激荡出相当精彩又让人感动的作品 在这25组的作品当中 其实在背后有一个主轴可以串出来 就是从私乡到异乡以及故乡 这样的一个历程 例如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 我们有一些学生 其实有20位的国际学生 他们本来要做的主题是回到母国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就变成没有办法回去 那就要改题目 改题目的过程当中 花莲、台湾是一个异乡 他就要开始去做连结 那这连结的过程当中 他会跟我们在地的台湾的学生合作 所以在这连结的过程当中 又开始出现了 那这是我的故乡吗 因为你要变成故乡 一定要认识一些人 不是只是认识当地的事跟物而已 这样的一个社会关怀 其实已经超越 我们一直在讲本土本土 可是其实在本土的对照 其实是需要一些国际 就跨文化的连结 那我觉得这一次在我们这个主题 学生 因为可能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让我们学生的凝聚 其实也是反映一个社会多元族群 在一个新冠疫情下 从个人的孤独 社交的距离 但是汇聚成一个 很互相包容的力量 实际大传系毕业成果展 《寻、录》分别在台北和花莲有两场次的展出 25件作品中包括了纪录片、报导文学、专题游戏、绘本、人物专访、音乐等等 而其中几组毕业作品还反映了花莲在地社会现况和动物的情感等 除了主要作品之外 学生也运用年轻人创意 有周边的商品 包括明信片、贴图、贴纸、纸胶带等等 而即日起到12月13号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文创园区第19栋 来欣赏学生的作品 分享他们4年的学习成果 这类会欢迎市报道